嗨,我们UP直播好看啪啪啪走的观众朋友 跟英语虚文吧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记得Tony Chen呢,现在呢,是要前往呢,我们呢,这个日本 那这次呢,从呢,2024年4月11号到8月5号 我们UP直播好看啪啪走节目呢 要跟了日本的Peace Boat,就是和平号这个游轮呢 要呢,环游世界,为我们所有呢,UP直播,我们的观众朋友来报导 说真的,这一次呢,这个行程呢,也是我们好看啪啪啪走 在UP公式呢,开播这8年以来最长的一次海外的报导 那汉萱老师呢,自己有很深的感触 真的很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呢,把这种坐游轮环游世界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真情的推荐报导给观众朋友 那我自己很深深的感受 我是觉得说,像这样子长的这个旅程,对不对 每个观众朋友,你可能需要有具备四个要素才有办法参加 那当然呢,它总共一百多天的行程,所以你要有时间 那第二个呢,你们在一般的广告上看到的呢 它呢,可能写说三十几万,四十几万 那其实的话呢,都没有加很多的东西在里面 包括呢,不同国家的签证费啦,疫苗啦 还有呢,包括呢,你呢,邮轮靠港,对不对 然后呢,你下港呢,你的吃住玩啊,都没有包括在里面 还有呢,他所宣传的,一定是四个人一间的喔 所以才会说,诶,怎么有三十几万 那很多人问我说,邮轮靠老师,如果要参加这样子的行程 大概要准备多少喔? 其实的话,如果呢,您呢,不要太拮据的话喔 你就去想喔,大概平均一天的话呢 需要准备大概台并一万元喔 再来呢,要有观念喔 像这样子,长途拔涉,到底是不值得,也是见能见智啦 对邮轮靠老师来讲,这是我的工作喔 那,我不管觉得好不好,是我的工作,我要把它做好 要服务呢,我们UP直播五千多万的观众朋友 那但是呢,每个人的想法会不一样喔 这个的话,就自己做判断 还有一个呢,是邮轮靠老师呢,一直很深的感触喔 也是呢,最近这几年,一直感触就是还要有健康喔 因为呢,睡觉真的不留人啦喔 这个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呢,真的是寸步难行 所以呢,我总归就是四项喔 要有观念,要有时间,要有金钱,还要有健康啦喔 好,那你们如果没有呢,这个做和平号 那就锁定呢,我们UP直播好康啪啪啪走节目咯 我们的节目呢,这个重播会在YouTube YouTube就要打关键字,Tony Chad 然后呢,和平号 应该呢,我们呢,所有的报道就会呈现在你的面前了 谢谢,谢谢所有UP直播 好看啪啪啪手的观众朋友 也为我祝福 希望呢,汤圣老师的努力 能够得到你们的这个掌声 帮我按个赞分享 谢谢咯,拜拜